不要犹豫不要徘徊了哥哥姐们啊 不要犹豫不要徘徊 好吧 对 欢迎大家啊 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们 咱们家人们是不是都没见过剪羊毛啊 都是没有见过是吧 对今天呢 咱们就来咱们直播间啊 好好地看一下咱们主播是怎么剪羊毛的 也看到人非常解压是不是 咱们家人们觉得是不是剪羊毛是非常轻松啊 你们觉得是不是非常轻松啊 其实主播告诉你们呢 咱们告诉你们 看一下咱们这个小哥的身上的肌肉 是不是咱们就能看得出来 其实这个剪羊毛是个非常对的活 当然了他们的工资也挺高的 对工资也挺高的 不过这个小羊躺在地上是不是嘎了呀 没有嘎没有嘎 对因为这个为什么这个小羊那么乖呢 大家有没有想知道的 咱们直播间的哥哥姐们 大家有没有想知道这个小羊 为什么躺在地上那么听话呀 咱们想知道 可以在工资打个响字 我给你们讲一下好吧 首先呢咱们没有给他打麻药 咱们呢也没给他去喝八加一 咱们也没给他去瞧云知道吧 对那咱们直播间的哥哥姐们 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就是比较好奇的 为什么说这个小羊呢 这么听话 有没有知道的 对有的人就想说 主播 你见到小羊剪了吗 比我儿子剪到八的时候还听话呢 大家想不想知道 想知道的话我给大家说一下 对 因为这个小羊呢 从小到大